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天心是一天 主你恩待我们 你除去我们心上的指由眼上的帕子 让我们真看见你 主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 谢谢敬拜团 很高兴还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住在主里面 我这次在想 每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会想 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这段时间弟兄姊妹需要什么 我都在神面前 切切地祷告 因为我知道 所有的分享 所有的讲道 靠的不是 你知道什么 靠的不是我的圣经知识 靠的不是口才 也许圣经知识和口才 可以让你在那 四十五分钟里 在五十分钟里 很感动 或者很激动 但是 什么是我们心中最需要的 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也是正好在我们 团契唱敬拜歌曲的时候 神给我这句话 住在主里面 他说你们来住在我里面 我突然想到 这信主的那么长时间里面 最大的福气 也是我走这条信仰道路中 最大的秘诀 使我轻省地走这条道路的秘诀 就是住在主里面 但我也知道 这个话题不太好分享 因为这个话题很多的时候 是你需要操练的 是你需要去走的 就像我们信心的道路 信仰的道路 不是你知道就行 而是你要走 在走的过程中 你尝一尝主恩的滋味 你起初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似乎是从你自己的道路 要改换一条路 走这条一条新的路 你觉得很难走 但这一条载路 会越走越甘甜 虽然起初难 所以我盼望今天圣灵 能够赐我这个智慧 能够和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需要生命操练的主题 住在主里面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 都有这一个 就是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 一个我们说理想境界 生命的理想境界 不管是孔子 他的君子说 君子不多 小人多 是吧 我相信我们自己都知道 自己谈不上是君子 对君子的理念 以及到庄子 都是要天人合一 基督教也这样讲 所以我们要成为 耶稣基督那样的人 但是其实在我们心里 都会有一句话 怎么可能成为 耶稣基督那样的人 他是神 我们是人 于是渐渐的 我们就觉得 中国文化里面 对天人合一 那种失望 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信仰中的一种失望 我们就活着活着 仍然是神贵神 人贵人 活着活着 仍然是七天中的一天 我们到这来 做一个跟神比较靠近的人 做一个过一下天上的日子 但七天的另外六天 甚至弄得不好是六天半 从你走出这个大门开始 你就觉得 我还是只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 都觉得正常人的生活 就是跟天没什么大关系的 所以你看祷告会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你非得有点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拼命祷告 因为除了七天的这半天 要跟神在一起 还有就是自己的正常人 做不下去的时候 自己的那条人的道路 走不通的时候 我们不得已来求神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尽量少麻烦我们的神 实在不行在那麻烦他 平常能解决的 我们都自己解决 于是我们的人生命呢 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 这些根子 我们虽然可能没有看 这些文化书 但其实都在你的心中 你若不清楚 这种意念 这种你觉得的理所当然 是来自于文化 你就会不知不觉中 在信仰里面没有更新 做一个真正主的门徒 没有真正得着上帝儿女 基督徒的福分 因为你还是一个 虽然知道神 却没有藏身于他的 比如像我们 最近是刚刚是大数 对吗 你们有没有在微信里面 收到一些信 我有一些文化圈的好朋友 或者我普通的读者 都给我发信 昨天是 好像是昨天吧 是大数 他说大数啊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发热 吃生姜啊 或者出去走啊 当时我很自然地 就跟我先生说 哎呀今天得喝生姜 你不能再喝可乐 因为他是老喝冰的 其实中国文化圈里面 对不对呢 有道理的 就是人的 你的四季 你的身体 和宇宙是有关系的 和我们四季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 吃水果 你不要去买特别贵的水果 因为特别贵的水果和蔬菜 通常不是节令的水果 所以吃什么东西最好 就是其实是比较便宜 就正当季的最好 地里拔出来 树上摘下来的最好 所以其实上帝 但是中国人不知道上帝 但其实上帝创造宇宙万有 也创造我们这些人的生命 彼此是联合的 是一个和谐的 当人犯了罪以后 所以我们与地的关系 与大自然的关系 才会锻炼 这讲到我们的身体 比如在精神上 庄子他也是说 在庄子里面他讲到 与天地相应 与事实相符 人参天地 我们都讲到人为什么能够明白天地 我们今天不是文化课 不会给你们讲很长 但最重要的是 你就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 人都是向往和天地宇宙 相和谐 对吗 人更希望在自己里面 是和天地宇宙 和那种绿相和谐 孔子他说 克己赋礼 赋什么礼 为什么要赋那些礼 他是觉得在这个周礼之中 有天道 所以他要赋礼 他觉得我们 像我们现在教孩子 其实用的就是这一套 我们要孩子听话 懂道理 然后我们也希望自己 克服自己的很多欲望 来和一种礼仪 因为我们发现在 和礼仪中间 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保护 但是人有没有可能 都和道理啊 我在我们教会 经常做婚姻家庭辅导 我就会发现 道理谁都懂 每个来辅导的 他都说 这些我都知道 你还没开口 他就说这些我都知道 火上来就没办法 这些我都知道 但这个人很特别 这是姊妹也好 弟兄也好 都对我说的 好像他那个 对配偶 就不是人 至少不是正常人 他总觉得 那所有的道理 我是知道 但我达不到 一点都不奇怪 保罗怎么说 保罗同样说嘛 我所想行的 我行不出来 因此在中国文化里面 他想达到天人合一 他用的途径 就是自我修炼 那中国知识分子 是比较喜欢像庄子的 特别像我这种人 之前是比较喜欢庄子的 那后来我信主以后 有一次反思 我跟我先生也笑着说 我说你看庄子 他说他化为蝶了 周庄化蝶都知道 我说倒霉的就是蝴蝶 因为周庄没有消失啊 凡是有点文化的人 看到蝴蝶就想到的是周庄 庄子想到的是 这个蝴蝶所代表的意思 这就变成知识越多越反动了 因为当我们知道一些知识的时候 反而不能在我们的良心之中 在我们的天然之中 来感受神的创造 感受神的道 那既然我们心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心中对爱的渴望 对安全的渴望 包括对天人合一 和一切和天地和道 和谐的渴望 都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 所以这种渴望 上帝既然放在我们里面 他就会有一个 让他实现的可能 不然不是枉然放在我们里面吗 所以我们看 天人合一 或者说神人合一 他合一在哪里 哪一条途径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耶稣基督其实就成为 我们中国人 一直梦想的 天人合一的一个途径 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人 百分之百神 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就承担不了我们的疾苦 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 但他如果是百分之百的人 不是神的话 他最多是我们的好老师 是典范 还是不能帮我们 一起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 文化中都不缺典范 无论这个典范是真的 还是有的时候假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都把他们怎么样 素质高格 觉得跟我们没关系啊 因为他再好 也代替不了我 对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讲见证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见证 对大家最有用呢 就是他也受过苦难 他也有过破碎 从不撒谎的人 你要去对 要借出撒谎影的人 去讲见证 肯定讲不了 好在我们都撒过谎 好在我们都犯过罪 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 但是他成为人 他受限 所以他能够成为天人合一 神人合一的典范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怎么说 首先我们自然和人类 都是被造的 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和谐的 我这星期六看一个电影 电影里面前面有个片头 就是在讲大自然环境 那上帝按自己的样式造人 吹声器在人里面 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因此我们也是 理所当然是应该跟上帝 能够合一的 什么叫吹声器 就是呼吸嘛 为什么信了主 我们要住在主里面 至少你住在主外面 你也得经常跟他祷告 你感觉不到自己住在他里面 没关系 你也借着经常的祷告 经常的读经 你虽然感觉不到那点 但是你跟他在共呼吸 一定要有呼有吸 所以你和主的联合 是基督徒生命 最重要也是最理所当然的一个状态 那么上帝也将他的律法 写在人的心上 我们的十戒里面的律法 其实你即便不知道十戒 你仔细想想 然后再回头看看十戒 你也会发现 大家是相合的 如果上帝没有将十戒 写在人的心板上 那就应该大家的 我们说不要谈良心 也没有共识 对不对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然而因着信 我们说我们信主的那天 今天主日学讲受洗 信主的那天 信的那天 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你是通过祷告 向神开门 邀请他做你的主 所以圣灵住在你里面 其实在这一刻 圣灵入住你里面的那一刻 你也就住在主里面 只是你没有感受到 今天我们就是将 已经成就的事实 让你来感受到 来主动的回应 主动的去体会 另外一点 不能忘记的 住在主里面 还有一条 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 今天大家到这来 其实不容易的 这两天 洛杉矶真是热啊 但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从上海来 到这来转了一圈 说呀 不像你们想的 洛杉矶也是热得要命 我们上海都不热 然后他到纽约 有时候纽约热得要命 然后他到休斯顿 有时候休斯顿热得要命 昨天他回了上海 上海正值高温 还说是什么 45年以来 第一次的高温 我说你看他转了一圈 最后发现还是上海这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是为什么 是回家 有的人是 常回家看看 有的人是 偶尔回家看看 有的人是住在家里面 当你住在 在教会里面 主日 团契 查经 祷告都住在 教会里面 住在这一群 被基督的生命 所拥有的生命之中 你就是住在主里面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在这里 听的是神的话语 我们在团契中 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 用神的话语彼此勉励 用圣灵的恩膏彼此祝福 这就住在主里面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不是像现在说 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的信仰 这信仰既是个人的 也更是团队的 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 一个你说是基督 身体中的 你无论是末支还是大支 你一个脑袋不能分开摆 你一个胳膊不能分开摆 你一个小手指 也不能割下来分开 自己当肢体的 对吗 因此在基督里 而我们住在主里面的途径 是通过信 通过信 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通过信 接着祷告 与神联合 然后让祂的力量 帮助我们来行出 祂本来就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 也通过信来理解 我们心中的渴望 和心中的软弱 通过圣经来 重新认识自己 而下面我们看 我们今天的经文 是约翰福音 十五章三节到十节 其实十五章三节到十节 它有 可以有不同的主题讲 今天我们专门来讲 祂的住在主里面 第二个 主住在我们里面 和我们住在主里面 其实是谁先住在谁里面 是主先住在我们里面 祂拣选我们 并且愿意不在乎我们的软弱 不在乎我们的真实 我觉得主不在乎我们的误会 祂都要住在你里面 我们都说 你若不洁净 主就不能和你同住 这句话 我并不太赞成 谁是完全洁净的 我回头一想 当我信主 祷告神 住到我里面的时候 当时我也做了祷告 觉得自己挺洁净的 你回头一看 你还是不洁 而且很不洁净 你以为你洁净的 仍然是不洁净 你以为你知道的 仍然是不知道 但是这一位神 耶稣基督 祂能道成肉身 从高天来到地上 这么污秽的地方 祂也能住进 我这么污秽的人里面 什么原因 因为当祂住到我里面的时候 祂就用叹息 来为我祷告 用替死 来承担我的罪 也用祂住在我里面 来向我应允一份 安全 我们说这是接纳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代 人很难被接纳 人很难被永远接纳 人所以就没有安全感 觉得我今天好一点 被一帮人接纳 坏一点 这个可能就丢了大半了 再出点什么事 又丢了多少了 但是你要知道 无论你多么糟糕 主已经愿意先住在你里面 当你能够明白 体会到主住在你里面 这一刻你就住在他里面了 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 是一种对主的回应 同时是他 对于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这件事的一个认知 就像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你 你已经有永生了 你为什么意思 我们说我们要躲在 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 那是避难所呢 其实是他的救恩 已经在你脚底下了 但是你来感受这种救恩 对你每一天的沉托 每一天你自己看不上自己的时候 每一天你被你老婆骂得 一千不值的时候 每一天你被你丈夫忽略的时候 每一天甚至被你的老板 哎呀 简直踩在脚底下的时候 或者你去跟一些老同学聚会 觉得自己白活了的时候 主的救恩都在你的脚底下 成为你的高胎 主的救恩都成为避难所 让你在他里面知道 你的生命不仅有价值 而且有永恒的价值 因为那永恒的王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明白 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他里面 这段经文的第一 第三节就是第一 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 已经干净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为什么我说我们信主的时候 要明白有神有罪有救呢 这是我们教会陪谈最重要的六个字 对吧 有神有罪有救 这就是神的道 怎样一位神 我们怎样的一个罪人 耶稣基督以怎样的替死来 使我们得救 当这个道 使我们干净了 不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行为 使自己干净了 不是说用你的修炼 使自己的品德高尚了 而是神的道 进入你里面的时候 就使你干净 洁净了 所以这叫称义嘛 称看为义 当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 能够住在主里面的前提 所以住在主里面的前提 是神做成的 不是说今天我们教会中 比较爱主的 天天在这服侍的 比较属灵的人 才能住在主里面 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带着本相 来到主面前 住在他里面 只要你相信他的话 然后接下来 四节到五节 讲的是外显生命的状态 我们说重要的事 都要讲三遍 这段经文在三节之前 已经讲过一遍 就是什么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他反复讲的 第一个是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那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是不是一个前提条件呢 其实不是 是让你明白 感受到 主藏在你里面的 因为并不是说 我们很好 能够住在主里面了 所以主就住在我们里面 而是当我们来 有这个意识到 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 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 软弱变刚强 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 我们的眼泪才被他擦干 才有那一份喜乐 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 才能够明白他的话语 当你有这份谦卑的心 有这份跟随的心 有这份在他里面 得着喜乐的心 你就会发现 主的生命 主的灵和主的话 已经住在了你的里面 否则他住在你里面 你也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条件 而是这个互为表里 当你住在他里面 你就明白 他住在你里面 当你相信 他住在你里面 你就住在了他的里面 听上去有点绕口 说穿了就一个字 不是谁住谁里面 而是合而为一 联合 好 那我们看 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外险的生命 那怎样你才知道 我现在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呢 外险的生命就是结果子 结果子并不是我生活中 发大财了 我做得多么多么好 别人都称赞我 外险的生命就圣灵的九个果子 对吧 其实你可能寄不住九个果子 也没有关系 就人家看见你就发现 你还真有点像基督徒 你还真是和你在一起 是感觉舒服的 可能他性格与你很不合 但至少没有感觉到 你会伤害他 当你经常让人觉得 你都伤害他们的时候 一定会去祷告 当你觉得我火冒三丈的时候 脾气非常大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天热的原因呢 一般都不是 都是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 所以所有环境中的不舒服 你不舒服 或让别人不舒服 或者你的烦躁 或者你的委屈 或者等等的事情 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回头祷告 看自己是不是住在他里面 今天那首歌很好 在平静安稳中得利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外显的生命 让我们怎么知道是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看内在的生命状态 第六节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所以当你知道 或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呢 你就看 有没有结果子 结果子多不多 但为什么会结果子呢 他真理就告诉他 说如果你不藏在我里面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可能之前还有果子 或者这个枝子上面还掉了几个假果子 等等的 但是都会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打个比方 比如我们中间有的人 他天性就是比较和善的 比较 就是会做人的 那也许他信了主以后 起初他跟神有很多的交通 那么也好像是很结果子 随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跟神没有什么交通 但是他的性格就是不得罪人 看上去好像也不错 其实这枝子 这一个完美的枝子 这一个带着果子的枝子 已经渐渐枯干 怎么能看到枯干呢 就是说你发现他什么都挺好的 但你从他那得不着什么 你看没看到社会上有一种人 是他样样都挺好 性格也挺好 工作也挺好 钱也挺多 你每次跟他讲你的苦处 他呢其实也没时间来听你的 但他也不会惹怒你 你在他身上得不着什么 但当你住在主里面的人 即便性格上可能有点急躁 即便有的时候做事不那么就是完美 但是人从你那能得着东西 你为他带导 你甚至恨铁成钢 都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最终你有没有被扔在火里烧了 是要看你这个枝子 有没有生出果子 让人能够吃的 不是生出一个 我们现在那个假的那个果子 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就是 Michael那个店里面 做的跟真的一样 上面还做那个小水珠 小鹿珠 但你能吃吗 有营养吗 没有 所以这里讲到 内在生命 住在主里面 就是要和主 有每一天的连接 这棵树 这个枝子 它是每一天 它这个里面的叶枝要流来流去 有生命的 而不是说 像iPhone插电一样 插一阵子 拔下来 用一个礼拜再插一阵子 iPhone每天还得充电呢 难道你跟主的关系呢 一个礼拜充一次电吗 甚至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才充一次电吗 所以你要成为枝子 是生命的连接 那么接下来 住在主里面 怎么住在主里面呢 我们来看 第七节就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我把上面一句 highline了 下面一句没highline 下面一句是我们最熟悉的 凡我们所祈求的 所愿意的 我们还没有愿意这词 直接就说 凡我们所祈求的 主都给我们成就 其实在我们剪掉一句话 多一句话 多两个字 减两个字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的状态 我们的信仰生命是 要常住在主里面 你祈求的 神给你成就 常住在主里面 怎样呢 是主的话就在你里面 所以你祈求的是 在主话中的祈求 是合神心意的祈求 你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是祈求的就给你了 也不是给你啊 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 你祈求 在主话里面的祈求 神给你成就 所以我们在这儿 所以我们在这儿看 但我们对读经啊 对这些 读神的话 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我以前也在一个 比较台湾人为主的 老教会里面 他们可能干活 我们热情没有那么大 没有我们大 搞活动没有我们热情大 那是原因人家 一是年纪也比较大了 二是毕竟教会几十年了 周围该传的都传过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能交往过正 我起初特别觉得 为我们教会觉得自豪 骄傲 我们特别热心的做事 传福音 但后来渐渐发现 弟兄姊妹传福音 两三句话以后没有话 最近我们在学 对吧 门徒训练传福音 看彼得怎样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就两三句话 要不就讲自己的见证 然后自己见证 如何和神的话 和耶稣基督也连不上 讲了一通见证 神恩典 让这个没工作的人 找到工作他来了 恩典没到 他没工作还是没工作 完了 你全是讲的假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要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 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 我们传福音的力量 是源源不断的 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 我们知道服侍弟兄姊妹 是因着他的爱 否则你服侍弟兄姊妹 你就觉得 别人要拧你的情 你这教会服侍 你就觉得 别人能够看见 刚才那个没电了 你看 我们还老换电池 所以我要是接个电源 不就一直有电吗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关键时候掉链子 为什么掉链子没电了 所以住在主里面 就得你接上这个电源 所以住在主里面 你就要有实实在在的 话在你里面 你不能一天见证 讲一辈子 你得每天有神的见证 每天有神的供应 这样才是要 你愿意 你祈求的 都是在主心意之中的 第八节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付就因此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什么是神荣耀 今天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们多结果子 简单点 基督徒像个基督徒 像个小耶稣 基督徒更像耶稣 富就多得荣耀 基督徒如果贪欲 比非基督徒还要多 基督徒爱世界 比非基督徒爱的还多 基督徒以鹰的生命 像鸡一样迷食 还跟别人抢食 基督徒那一吵起架来 比别人多一套话语权利 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舍己的 愿意安静的 愿意默默无声的 愿意在人看不见的角落 来成全别人的心 神从哪里得荣耀 是从你的公司办的多大里面 能得荣耀吗 还是从你挣了多少钱 能得荣耀吗 还是从你生了七八个 九十个孩子 或者建了多少大房子 能得荣耀吗 神从你的言谈话语 你的笑容 从你实实在在的 愿不愿意悄悄的 来像耶稣基督一样 做事来得荣耀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不是众人都看为羡慕的 他没有家容美心 没有大房子 甚至没有 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没有成功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 他没有众多的追随者 他只有十二门徒 一个人还当了叛徒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并没有聚集很多人 成为建立一个大军队 他没有人所羡慕的一切 但他是父得荣耀 他怎样是父得荣耀的 是遵行了父的旨意 让父的旨意在自己身上成就 因此你只有你这样的 才能归荣耀于天父 难道我们能在 基督徒能在基督以外 有一个荣耀系统 是父得荣耀吗 我想不能 因此你有很多的儿女 是上帝给你一个 归荣耀于他的机会 你把这很多的儿女 教导成跟随主的 教导成生命有清香的 你有大房子 你能够用这个大房子 来为主做工 你的荣耀 物质的不能使神得荣耀 你使用物质的心 使神得荣耀 阿们 所以盼望我们教会 不是因这个教堂 贵荣耀于上帝 因教堂里面做的人 和做的事 贵荣耀于上帝 好 第五个 住在主的爱里 住在主里面 第九节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第十节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里就让我们看见 又讲到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住在他里面 我们不仅住在基督里 这个百分之百人 百分之百神 神人合一的 这样一个 我们的主 救主 也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样式 就是我们的model 不仅是要住在他里面 怎么样 还借着耶稣基督 住在父里面 所以我们是住在 这位创造万有的神里面 因此才有天父世界 这个理念 也就是说 当我们住在天父 怀抱你的时候 所以就回复了 上帝造人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爱 创造力 生命力 永生等等 你能想到的 所以你只有在 住在天父里面的时候 你与宇宙大自然 你与人与人之间 才能和谐 所以是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怎样住在父里面呢 父最 他说我爱你们如父 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这里我觉得 约翰这样写啊 真跟保罗 同样有为父的心 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像为父一样 劝你们 先跟你们说 不住在我里面 你要像枝子一样 干枯 不结果子 然后最后说 你住在我的爱里吧 你住在我的爱里 我的爱就与你同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 无论是这个世界 还是我们在教会你 我相信在座的有一半人 至少有一半 心中对爱的满足 是没有被满足到的 心里面是有空缺的 觉得没有被填满 所以当我们按照主的命令 要去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坐紧见走 因为我们口袋里没几个钱 心中没几个爱 我们能够拼命爱一阵子 不能继续爱 爱教会也只能拼一阵子 所以我们经常要歇一阵子 我经常说 你爱不够的时候 力量不够的时候 你一定要歇一阵子 因为你要不写 最后你就离开教会了 甚至离开神 但是怎样才能使我们 有无穷无尽的爱 涌流出来 给你的家人 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儿女 给你的教会呢 住在主的爱里 把自己浸泡在主的爱里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有首歌说 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对吗 这首歌是特别棒 什么时候会爱呢 我们在婚姻辅导里面有讲 说常常数算对方的好处 说你要在对方身上 找到三个优点 在夫妻营里面 都拼命找啊 找到了 找到三个优点夸她 一回来 完了 你三个优点 本来就找得很勉强 要在对方身上 特别是 当然每一个人 都有自我的角度 你要在对方身上 找到三个优点 其实并不容易 不要以为很容易 不容易的 但是 你在神身上 找到优点容易吗 非常容易 你在神身上 找到她爱你的证据 容易吗 非常容易 所以你不要在 你丈夫身上找优点 不要在你妻子身上 找优点 不要在你的牧师身上 找优点 千万别在我身上 找优点 早两天你就失望 我知道对我失望的人 大有其在 我觉得挺正常的 因为你觉得的优点 我可能给予不了 因为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回到主面前 看他对我们的恩典 也许牧师 也许传道 也许你的团契主席 不能够爱你 以至于你满足 不是也许 是一定 甚至有可能都爱不到你身上 但主能爱到你身上 如果你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你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爱的 被爱大大充满的人 你再看别人 不用去找 好像优点都来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是一杯水 对吧 你这杯水 你本身就被爱已经几乎就满了 那别人稍微给你一点爱 就满意出来 对吗 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 爱到满意容易吗 你本来一个大杯子 有的杯子大 有的杯子小 有的对爱要求多 有的对爱要求小 通常姊妹对爱要求比较多 丈夫不是不要 而是弟兄一般比较认 认清 务实 知道不可能 所以他们对爱要求 就一半就够了 但是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空杯子 主说我们都要倒空自己 目的是什么 是让主的爱浇灌灌满 然后别人给你任何一点爱 你都满意出来 否则的话 你这个空杯子 哪怕全教会的爱 给你一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努力 都很难填满 有的人就会觉得 我都不被关怀 我就问他的团企主席 问别人 说我们好多人给他打电话了 他说的有没有错呢 一点都没错 因为他没有被浇灌 后来我就发现 与其我一个个打电话 不如今天我们来分享 一起来学习 在主里面被充满 被主的爱充满 以至于满意出来 当我们每一个人被主的爱充满 不用全满 满个百分之九十 我们教会很容易爱满意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等着在教会里面被爱 等着别人来充满我们 我们就是一群嗷嗷带扑的婴儿 总也满足不了 再说我跟你们一样 我估计张牧师 别看他一个大男人 年龄也不小了 对吧 他也要爱嘛 是个人就要爱嘛 是个人就需要被爱嘛 所以我们都来到主那得着爱 才是我们住在主里面最大的福气 那如何得着主的爱呢 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这句话我相信有的人就不爱听了 我要得着主的爱我就祷告嘛 圣灵一充满都好啊 那个是好啊 那是一下子啊 所以灵恩的很多方法 不是不好而是一下子啊 你更要主的话 要主的命令 当主给你一个命令 每一个命令都是爱的命令 让你要舍己 你以为是让你吃亏吗 当你能放下自己 舍掉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就得着了所有 当你要抓住自己的时候 你就丢弃了生命 这圣经跟我们说的 你若为主舍了生命 你就得着永生 你若要救自己的生命 我今天要救自己的面子 明天要救自己的脾气 后天要救自己的一种方式 生活方式 但后天要救自己的这个对错 你一路就一路就都丢弃了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是说到 主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与主的联合 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他来掌权 教导 让他来 对我们进行光照 主的灵在我们里面 是做什么的 不是光让我们感动的 是他要来掌权 做什么事都是他掌权 他将圣经来教导我们 他也光照我们有什么罪 他也安慰我们 主的灵在我们里面 为我们带导 最好的祷告 不是请一个大牧师祷告 因为大牧师对你不了解 最好的祷告 第一是你自己的祷告 因为你住在你里面的圣灵 替你祷告 神是最大的祭司 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牧者 还有一个你周围跟你最关心你的人 最了解你的 你的丈夫 你的亲人 你的同气 团气的同工 为你的祷告 所以当来为你带导 圣灵也给你恩赐 和这个恩赐相匹配的能力 这都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的引导 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也做三件事 第一让你认识主 你越认识主 你才可能越被爱充满 第二呢 被爱充满 没有惧怕以后 你就能遵行主的命令 遵行了主的命令 还抵御魔鬼撒旦 魔鬼撒旦会不会攻击我们 肯定会 靠什么来抵御 靠主的话 来抵御 连耶稣基督这样大能的 神人 二体都唯一的这样一个 他也不是靠 做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个什么法事 或者呱唧呱唧 讲一出 都不是 他很简单的话 撒旦你退去吧 单单侍奉主 我的身 他前面讲的都是神的话 圣经中就旧约里面的话 所以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 来抵御魔鬼撒旦 所以主的生命 另外住在我们里面 它是一个新生的生命 日日更新 每一天都是更新的 每一天都是永生 当我们说到 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的光照 教导 带导 引导 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认识神 也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当这三条 你得体会它的时候 你怎么样 就住在主的灵 那我们最后用 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 还有住在主的里面的生命 先讲一个大体的 然后用一段歌词 大家看前面已经唱过四段 住在主里面的生命 是怎样 是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 耶稣基督就像方舟一样 住在主里面 你就住在神里面 你就达到 中国文化中说的 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比那个更 不同的是 中国文化中的天 还是大自然的天 而我们 是与谁合一 是与创造大自然的主 合一 那住在天父的创造中 就与你的环境和好 住在圣灵的同在中 我们就有安全 有爱 有被引导 所以常常的住在主里面 他能告诉你 什么做 什么不做 怎么做 那住在神话语的启示和规范中 为什么读经那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最后 住在主里面的福气 我们从 我们来 前面三段 前面四段已经唱过 第一讲到 与主交通的甜美 与主交通的无间隔 住在主里面 圣灵的引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 在这首歌词里面都有 盼望大家这首歌词回去也 去多看看 或者成为你们灵修的诗歌 住在主里面 我们来 回应诗歌 来一起唱 后面从第四节 从第五 第五段到第七段 大家可以带着祷告的心来唱 一边唱这个歌词 一边来向主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在主里面 罪恶无权失 常与主教同自己 必消失 主在主里面 莫成主荣幸 常与主教同 充满主生命 主在主里面 敬礼主大能 常与主教同 祈祀主奉生 主在主里面 心灵在渴慕 常与主教同 聖灵在催促 圣灵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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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内祈祭 圣灵在水中 祷告 来对你的神说 求他加你信心 也求他来帮助我们 来住在主里面 亲爱的恩主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需要住在你里面 我们知道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干枯 常常都觉得无力 主啊今天你就开启我们 你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你都将我们拉回来 住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都让我们的心浸泡在你的话语中 浸泡在你的爱中 也求主 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 放在我们的口中 放在我们的脑海中 如蜜甘甜 让我们咀嚼你的律法 咀嚼你的话语 使我们的心就从中得着你 得着你的生命 愿意跟随你 因着跟随你而住在你里面 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让这荣耀 让这荣耀就能归于你 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就我们彼此相爱 成为合一的一群 成为基督 生命 荣耀的见证 主谢谢你 你恩待我们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大家请坐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